今個月每月之星的主題是寬樹 以下老師會播放一個動畫 和講一個故事分享 請大家細心留意內容 我們要了餅乾和紅茶 一起喝下午茶吧 Cheers 公主爛了 妹妹 我不小心 我不喜歡你 你弄壞了我的公主 還想走 你弄壞了我的公主 對不起 你弄壞了我的公主 你…你幹嘛追著我 我真是不小心的 阿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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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只顧著生氣 就沒有留意到其他東西了 是不是很痛啊 變身 那我原諒你了 我把你弄壞了 你弄壞了你的玩具 真的會很不開心 我看到你生氣的時候 自己也很辛苦 還撞到你了 對呀 真的很辛苦 你會不會做些什麼 可以令自己舒服一點 嗯 那我原諒你了 原諒了人之後 人都舒服一點 阿愛 你學會了 寬樹別人 讓我獎禮你一個 寬樹徽章啦 謝謝 小朋友 你有沒有試過 生氣 令自己很辛苦 各位同學 知道這裏哪個 弄壞了阿愛的公主呀 阿愛她太生氣了 生氣到她 忘記了什麼事 生氣的時候 自己會有什麼感覺呢 而當我十四在生氣的時候 又怎樣可以令自己舒服一點呀 寬樹又是什麼來的呢 寬樹就是原諒對方 不記仇不報復 各位小朋友同家長 剛才的故事裡面 為什麼阿愛 會生氣了哥哥呢 還生氣了他很久 阿愛身外的公主爛了 這麼不開心 都是正常的 但阿愛 生氣了他那麼久 會不會好辛苦 你怎麼知道阿愛好辛苦呢 是呀是呀 如果生氣完後 原諒其他人 自己心情都會好一點 小朋友 不如你也試一下 看完動畫介紹之後 老師再想分享多一個 跟馬鈴薯有關的故事喔 這個故事叫做 馬鈴薯的瘋狂遊戲 有一天 老師提出要玩一個 馬鈴薯的瘋狂遊戲 同學都答應參加 那遊戲是怎麼玩的呢 如果今天在學校 你遇見了幾多個討厭的人 或者事物 就依照心情 把一樣數量的瘋狂放進膠袋裡 同學根據老師所說的話 按照自己的心情 把一些很生氣 或者很不滿的事情 或者遇到一些討厭的人 把一樣數量的瘋狂放進膠袋裡 到了第二天 同學果然帶了他們 昨天裝好的瘋狂回來 有些人裝了一兩顆 有些人裝了五六顆 大家都開始期待 究竟之後會發生什麼事呢 老師就告訴他們 請你們 今天一整日 無論你們去到哪裏 都要帶著這個袋 不只是今天 要維持一個星期 起初小朋友 對於帶瘋狂 都覺得沒什麼 有些東西 甚至會 互相裝一下對方的袋 照一下對方 薯仔的數量 還很興奮地拿著袋去洗手間 但很快 更新奇地慢慢消失了 隨著時間 一天一天過去 薯仔都開始變難了 甚至還發出臭味 同學他們手裡的袋 都令到他們覺得厭倦 做成他們的負擔 越來越不想再繼續這個遊戲 直到一個星期後 老師宣布遊戲結束的時候 學生立刻 丟下這幾天 一直帶著薯仔 然後老師問他們 你們喜歡這個遊戲嗎 覺得一直帶著薯仔有什麼感覺呢 同學聽完老師這樣說 馬上就馬上就說 馬上就說 薯仔變得又臭又重 時間越長 他們越不想再拿著 老師聽完之後就說 其實這些薯仔就像我們心頭上的憎恨 將他們放在心裡越久 其實形成心裡的負擔就越重 這些負面情緒散了出來的氣味 就會令我們心情更加差 你們只背了這一袋薯仔一個星期 試想想 如果將這些仇恨和憤怒 掛在心裡一世 會是什麼感受呢 所以放下仇恨 學會搬樹才是真正的愛自己 而身邊哪一個同學最愛自己呢 他又懂得搬樹別人呢 甚至是從來沒有把這些薯仔放在袋裡 請你們投他出來 投出我們今個月的搬樹之聲吧